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居明师傅一向不为余力推动粤剧文化 这日他和与盖明辉、吴美英等现身寄招 宣布新光戏院获业主逐租三年 相信除了对台前幕后是好消息之外 一众戏迷都会相当期待 好在业主一再给一些宽限给我们 也有些调整 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 其实新光未来就不但有电影院 跟着又有画剧 其实是一个文化活动的一个私人机构 首先多谢大师 这个真是要归功于他 功劳 多谢 因为新光戏院是我初出的时候 第一次踏足舞台 他也是我妈妈也是我爸爸 是很有情意结的 因为新光戏院真是 很有我们的传统粤剧的感觉 在新光演出是很有感觉 所以我希望很多观众 又喜欢来新光看电影 因为他们的怀旧情怀很好 所有粉丝都说 新光有得继续下去真是开心 因为它交通方便 很多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长者 是熟悉了新光的地段 既然希望新光成为新旧文化集中地 多一项演出计划和剧目 当然不少了 师傅和Joyce透露 未来有新搞作 未来我们有很多画剧的演出 有很多电影的演出 未来的展览都开了 是的 所以我的书发展都会移私在那里 恭喜你 2002年我们新光 我所推动的六套戏 葛明辉过年的时候 做《大红袍》 跟着年中 做《慈仙柳梦》 是讲柳永的故事 是讲古代田池最擅长的人 是一个新的戏 所以阿芬将会在新光戏院里面 都会有很多好戏 多谢你的师傅 多谢 希望特别年轻人 多点来看我们新浪桥的乐剧 有些新的刺激 传统的乐剧 又是传统乐剧的梅力 新旧两相宜 希望大家支持新光